霸凌专线实在好难打 怎么打都打不进去 只是没有想到 拿出手机实测的时候 一播就通了 一直想了一声 就有接线人员回应了 有点尴尬 从早上打 打到现在 这个反霸凌专线 却一而再再也在盲线中的话 反霸凌专线 助理怎么打都打不进去 立委和孟凯质疑 这样怎么行 部长我就直接拨这个电话 要证明不是随便说说而已 教育部场面前再打一遍 应该是有接通 没想到一波反霸凌专线 音响就通 看看洪孟凯瞬间表情 糗到不行 接线人员问你哪位 不止洪孟凯露出白牙 尴尬笑场 教育部长潘文中 再也忍不住嘴角失手 下一秒赶紧低头 本席肯定 我并不是要漏气 我也希望能够接通 还好洪孟凯一开始 就给自己留下台阶 能接通当然 皆大欢喜 不过不少网友朝暴 是否被助理晃点 每次出来脸都好肿 挖坑给自己跳的概念 反霸凌 麻烦所有的网军好朋友 大家应该是共同关心 似乎认定攻击自己的都是网军 不过洪孟凯只需引发争议 不是第一回 这有没有问过杨的意愿 不需要问他第一天 为什么不需要问他意愿 不止和冯诗宽争辩 替毛得先问杨 蓝绿工房爆发冲突 镜头前哽咽 同样占据版面 想到我的父母 不论哽咽还是替毛 到现在一秒拨通电话 都是话题 洪孟凯是蓝营年轻一代 曝光度比较高的立委 就不知道获得比较多的是好评 还是负评 三绿新闻 李正道正安静 SQ小组特别道